三立新闻王 我是OZ 小學的時候就有玩Band 所以那時候其實是從搖滾音樂開始 然後 大概到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聽Lincoln Park那些人 然後國中的時候 開始接觸嘻哈音樂像阿姆 M&M 50 Cent 五角大地 然後Jay-Z等等的人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 漸漸融入嘻哈 然後 一直來Michael Jackson都是一個 對我想要做音樂的啟發 是因為我大概 在高中的時候 有寫了一首歌 然後我就想說用Garajback把它錄掉 然後錄掉之後我就把它發表 然後最後 學校有個校慶之類的東西 然後就在舞台上表演 然後表演之後就大概反應還不錯 然後後來就是 越來越長表演 然後表演到最後我其實開始享受 在舞台上的那個感覺 其實我所有的 我自己分辨我的主要的曲風是R&B 然後混音點嘻哈 但是你如果去我的YouTube上面看 你會發現我基本上 所有的音樂曲風都有碰到 比如說電音阿 還有我第一首歌 直接一個芭樂琴歌 然後現在當然有嘻哈 然後最多我的Style的就是 PBR&B這個曲風 那你剛才說到那個音樂學院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唸的Berkeley 是比較偏爵士跟流行的一所音樂學院 所以它比較不像 可能像Julliard那種 傳統的古典音樂學院是美聲式的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know who to blame I wish that you could stay But I've lost my faith 其實我覺得台灣音樂 音樂人很棒的音樂人超級多 只是說一直以來 我覺得需要不斷的去做音樂曲風上的突破 然後用很像Jay Sean 現在這張專輯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我覺得像不斷的像陳馨翰 有在音樂上有做突破 超越那個傳統式的情歌 情歌很好 而且台灣把它做得淋漓盡致 但是我覺得觀眾口味 可以再寬廣一點 然後去懂得去接受更多更多的曲風 自作人壓力最大 我覺得就是演唱對我來講是個表演 但是製作人等於是要顧一個很大很大的局面 就是從剛開始你要決定 像我的做法是我先決定我這首歌要講什麼 然後用什麼樣的曲風去表達這件事 接下來就是開始填詞 填曲那個曲的那個melody 有沒有很catchy 朗朗上口 然後再來就是到混音 到混音好不好聽 然後選鼓的tone 選synthesizer的tone 選pad 選一大堆 連hi-hat那種小鼓那些聲音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後最後還有拍MV這件事情 就是又是另外一大很大的回事 當時寫title是在當兵的時候寫的 我當兵當到一半太無聊 所以我就偷偷在那個成功筆記本裡面 開始寫這首歌 後來這首歌的曲材 我用了很多教堂式的gospel的和聲 然後加上我希望表達這首歌的聲音是 時間快到了 所以我加了很多的那個失蹤聲 失蹤在TikTok的聲音 然後同時的我也在想 我歌寫到一半 我已經在想我MV要怎麼拍了 所以那時候 我的beat才做了一半 我歌就寫好了 然後再回來把beat做好 做好之後我就飛到我Boston 一個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個教堂 因為我腦海裡第一個想到說 不管怎麼樣這支MV一定要在那個教堂拍 這概念把夢想被謀言 比得偏差的寡念 讓你以為自信是自裂 行星把這世界推滅 沒了 I know I'm new to the game got nothing but my soul of visions I'm making the name around the music And thinking about money and fame To wait out to root 也全新的Shit I'm 我最近有想要嘗試的一個新的曲風 叫做Grime 是在歐洲現在非常有名的一個嘻哈的 一個特別的種類的嘻哈 然後除了Grime以外 也蠻想真的寫一個傻狗寫的 真的 你知道情歌 只是可以打動人心的那種情歌 GIRL I'M READY IF YOU'RE READY NOW OH IS IT EVER GONNA BE If you're with it then I'm with it now To accept their responsibility I'd go out of my way To live by the words that you see 半夜三點 只穿內褲不穿衣服 然後燈全部關掉 只留一盞燈 然後開始下chord 我跟你講在那個狀況 你下的和弦會是最有靈魂的 然後就開始跟著beat開始寫靈魂 寫R&B的旋律 那個樣子的狀況 對我來講 我最好最好聽的旋律 都是在那個狀況下寫出來的 反正基本上我現在音樂 所有的音樂都會 在YouTube上可以聽得到 那數位上架這件事情 因為還有一些事情要處理 所以目前 能聽到我的音樂的 唯一的平台 會是YouTube 然後還有Facebook 然後我有時候常常在Instagram 會放一些 我半夜沒事做 做出來的那種beat 然後唱個旋律什麼之類的 所以IG 臉書跟YouTube 是我三個現在目前最主要的平台 在陸陸續續會有很多在 不管在台北台中或高雄的夜店的表演 然後我會 我下個月會去日本 跟Red Bull合作 做一個合作 然後我在那裡 我會在那裡做一個直播 然後直播的內容是 到時候你們看就知道了 但是是一個很精彩很特別的一個 表演 錄製一個影片 解釋我的英文名字怎麼唸 OZ 但是是 又一個解釋它背後的含義 還有最後還有幾首當然基本的幾首MV 也會在接下來這半年 下後面幾個月出來 I love you guys Fans OZ I love you guys 每天繼續聽我的音樂 support我的音樂 然後我會不斷的丟出更屌的音樂給你們